哈喽大家好,我是夜晚三点半的孟婆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美国电影《小丑回魂》 故事发生在虚构的小镇里 他已经被诡异的恐怖事件笼罩了上百年 这些鬼厉的弟弟,六岁的乔治 在玩耍时遇到了从下水道窜出的小丑 小丑用花言乔语哄骗了弟弟,并且把他诱杀 之后,但这样的怪事却又不止发生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接着罗丽女在浴室听到奇怪的声音 下水道底下一直传来呼唤 红色的气球炸裂喷出雪浆 他惊慌失措地叫来爸爸 爸爸却责怪他大惊小怪 并淡定地让他回房间睡觉 还有就是哮喘男在公公浴池洗澡时 浴池的排水口突然裂开,装出小丑 并诡异地邀请他来一起玩耍 这些惊悚的场景在影片中都被完美地呈现 然而最让人恐惧的还不是这一 无论是歪面女,无头人,烂脸僵尸,还是被烧焦的手臂 你会看到所有人的恐惧 随后发现,这些都是隐藏在每个人心里 小丑代表着黑暗与邪恶 窝囊废联盟则代表着勇气与美好 没有大人的交流 因为孩子最单纯,他们相信眼睛看到的东西 好了,今天的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如需获取所解说的电影资源 请微信搜索公众号夜晚三点半 回复电影名称即可